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圓中 一圓中 所有長度為半徑的五分之六倍的弦 這個弦 它是半徑的五分之六倍 其終點會形成一個圓 這個終點 會形成一個圓 則這個圓的面積為圓乃大圓面積的幾倍 好,我們知道說 這個弦的終點 跟那個圓心的連線 這個就圓心距 這個玄心距 玄心距 玄心距一定會跟這個弦互相垂直 好,那這樣的話 如果這個弦 它長度是五分之六R的話 那麼玄心距等多少 這個是 這總點的話 這個當然就一半 這個是 五分之三R 那這個是半徑 這是R 這是五分之五R 五分之五R就是一R 五分之五R 那五分之五啊 五分之三啊 所以這是五分之四R 也就是說 如果玄的話 是五分之六的話 那麼它的 玄心距 這個 這個終點 跟這個圓心的距離 這是五分之四R 那這些玄 這些玄 這些玄 這長度是五分之六的 這些玄 到達 圓心的距離 通通是五分之四嘛 那你把這些點呢 全部給它收集起來 每一點到達圓心的距離 都是五分之R 那這個圓的半徑 這個我們叫R' 就是五分之四R 那麼呢 這種圓 半徑是五分之四R的圓 它的面積等於多少 它的面積A 就等於πR'平方 那就是π乘以多少 五分之四R平方 那這會等於多少 五分之四抽出來的話 五分之四的平方 就是二十五分之十六πR平方 那這個我們叫A' 那這個就是 原來的那個圓的面積嘛 所以A' 除以A 這個等於多少 二十五分之十六 就是說 這個小圓的面積 是大圓面積的二十五分之十六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D anch一九分之十五分之十五分之一 再次讓我們在購物